美國的太空司令部公布了一份最新文件 研究人員發現了首枚已知撞上地球的星際流星 而所謂的星際流星 其實就是來自太陽系以外的太空岩石 算是一個非常罕見的現象 目前專家正在籌組團隊 希望可以找到這顆撞上地球的星際流星的一部分 而在災難電影裡面 常常會上演彗星撞地球 造成大毀滅的場景 更有不少科學家就推論 曾經的地球霸主恐龍 會一夕之間消逝的原因 很有可能就是因為彗星撞地球 面對這個外太空白的威脅 人類該如何是好呢 抬頭看到天際 有一道光束劃過 原來是流星 很多人第一個反應 應該是要趕快詢勵 之後就不會太過在意 不過流星如果掉在眼前 那該怎麼辦呢 根據美國太空司令部公佈的一份最新文件 研究人員發現了首枚 以及撞上地球的星際流星 所謂的星際流星就是來自外太空的岩石 沒有再進入大氣層時高溫風險 這其實是非常罕見的 這其實是非常罕見的 那是對的 而來自天外的天外的訪客也不只星際流星 NASA的 Hubble Space Telescope has determined the size of the largest icy comet Nucleus ever found 根據外媒報導 美國NASA的哈勃望遠鏡 觀測到了一顆巨大的彗星 正朝地球飛來 這顆彗星的冰河質量約有500兆噸 寬度達到137公里 甚至比美國的羅德島洲都還要大 是一般彗星的50倍 巨大彗星最早在2010年被發現 但直到最近才藉由哈勃望遠鏡 確定其存在 預計在2031年才會遞達太陽系 評估不會對地球造成影響 小星星撞地球是末日地裡面常常出現的場景 就在去年的10月 一顆直徑大約兩公尺的小星星 2021UA-1略過地球 其實常有外太空星體和地球擦肩而過 為什麼這顆小星星會引發討論呢 原來2021UA-1距離地球最近只有3000公里左右 或許光用聽的會覺得3000公里好像還蠻遠的 不過月球和地球距離了384400公里 兩相比較就知道這顆小星星有多靠近地球 但讓人害怕的是這顆小星星一開始並沒有被觀測到 而是在通過地球之後才被攻陷 這點讓專家非常緊張 科幻電影的小星星 或彗星撞地球的情節並不稀奇 但如果真的發生 那可不是在開玩笑 電影裡面的恐龍不但上演集體大復活 甚至在未來時空當中 還有可能和人類共存 長久以來人類不斷擴張 對這個神奇物種的想像 現在有專家表示他們已經解開了恐龍的滅絕之謎 一個巨大星體又被稱作西克蘇魯伯衝擊體 在6600萬年前撞上現在的墨西哥外海地帶 引發地球衝擊性寒冬 而這場巨大災禍導致猛寒恐龍在內的四分之大物種全數滅絕 門大陸 李奇斯木廷板 和全球有威光的破壞 這寒相當時 都可能和尊聯繫 這個神奇物能天彷彿 是一公共跟小星 超大約一公里的大約 紀大約大約的尊重 Boston 两位哈佛学者发表研究 表示墨西哥运石坑的祸首 源自太阳系边缘 极动地带欧特云的一颗 长洲旗彗星 而太阳系最大随形木星 也是这些量车 彗星转地球的祸首 因为木星的引力非常大 就像弹珠台一样 会把这些长洲旗彗星 给踢入轨道 让它们极度接近太阳 而过程中也会导致部分碎片 掉落地球 专家提醒 类似规模的彗星重地球 每2亿5000万年到7亿5000万年 可能发生一次 虽然说不必太齐人忧天 但科学家还是会坚守岗位 持续仰望星空 而回顾过去 在2013年就有颗巨大流星 在俄罗斯中部坠轨 造成当地严重灾情 当时这场天降劫难 超过7000栋房屋存贵 1400多人受伤 因此美国和欧洲航太总数 在多年前就开始着授研究 希望能够找到 是小行星天穿轨道 避免和地球碰撞的方法 不过也有科学家提出一个疑问 那就是经过或冲撞地球的小行星 真的只是单纯的星体或尘埃吗 或许不一定哦 在2018年 有一个诡异的星体 经过太阳系 根据记录 这颗星体在2017年9月6号 从距离地球 大约25光年的织女星方向 进入太阳系 9月9号最接近太阳 10月7号的时候 经过地球 虽然NASA大多科学家认为 这只是颗普通彗星 但哈佛大学天文系系主任 却不这么像 他分析这个神秘物体 应该是外星人 丢弃的科技物品 人类一直都在思考 如何避免彗星撞地球的状况 正是上演 但会不会并非造出注定 终究是无法改变的呢 美国太空总数 美国太空总数 可以思考对策 有办法扭转情况吗 对 很多人会想是不是可以使用核弹 直接把小行星给炸了呢 实验结果显示不可能 根据研究 核弹头并没有想象中破坏力这么强大 难以对小行星产生威胁 假设模拟实验的状况真实发生了 那么最终它会撞击地球 造成大规模伤亡 尽管最终实验结果让人感到害怕 但科学家还是要大家不用过度担心 因为根据周期来看 或许在我们的有生之年 都无法碰射 会心撞地球 而且随着科技不断进步 或许有天 人类真的可以找出躲避天外再获的方法